哈囉大家 吳太太這禮拜要團購的是 砧板刀具自動烘乾消毒機 它是一個即殺菌烘乾分類 以及收納於一身的廚房小法寶 熱風烘乾加上紫外線消毒 可以確保洗乾淨的菜刀與砧板維持乾淨狀態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健康 買主機還附三片專屬砧板 有貼心的標示設計耐用又可彎折 CP值超級高 現在團購只要1980而且免運 即日起到8月9號限時搶購 詳細資訊請看下方資訊欄 嗨小丁瘋女人聊天室 我是Tayla 今天呢我們想要跟大家來聊聊電影 可是這個電影呢是精選 就是你覺得你人生的 我們覺得我們人生當中必看的電影 然後我會想要來聊這個主題是因為呢 我前幾天無聊在電視上看到那個 如果這個世界貓消失這部電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喔日本的 對它是一部日本的電影 然後這部電影呢它其實是一個很酷的題材 但它不在我這五部必看電影裡面 但是呢它裡面其中有一個題目是 如果這個世界就是因為它裡面就是那個男主角的生命會消失 可是死神跳出來跟他做交易說 如果你讓我選擇你生命中一個東西消失 讓你多活一天 所以呢其中一個東西男主角就選擇了電影 那麼他選擇電影消失前 他是不是就會想要再看一下這輩子 如果死前我一定要看的一部電影 所以他就去問了他的朋友 然後他朋友呢就翻箱倒櫃 他最後找出了一部電影跟他說這一部 如果這世界上只剩下最後一部電影 你一定要看的是這一部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去看了那部電影 他朋友選的那部電影就是海上鋼琴師 對 對因為海上鋼琴師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然後因為這部電影它是我自己啦 是因為它之前就是重灰大螢幕 我才有機會去看 然後就是因為看了貓消失這部電影 我才知道海上鋼琴師 看完海上鋼琴師之後 我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就是 在那個貓消失裡面的那個朋友 他跟男主角 他們這一對朋友呢 他們其實是屬於話不多的那種友情 但他們因為電影而認識 然後他們會透過互相分享交換電影的心得 那麼海上鋼琴師這部戲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在聊知音跟朋友這件事情 他講了很多東西 但其中一個讓我很感動的是友情這件事情 天啊這部我沒看過耶 但這部就是大家很推 那我簡單講一下 這部戲呢它其實就是一個小朋友 他算是一個氣鷹 他在一艘豪華郵輪 就鐵達尼號那種類型的郵輪上面 就遺棄在鐵達尼號 不鐵達尼號 他是一個氣鷹 不是類似 因為他長得太像鐵達尼號 他就是一艘豪華郵輪這樣 然後他就是被丟棄在船上的小朋友 結果呢裡面的那個船上的工人 就收養了他 然後把他養大 就長大以後 他意外發現自己其實是一個有音樂長才的人 所以他就在船上找到了一個工作 就是彈鋼琴 然後呢 因為他琴是彈得神好 非常厲害 所以呢 就是因此而在船上交到了很多朋友啊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樂隊的人 然後其中一個他的好朋友 就是一個吹小喇叭的人這樣 他們兩個算是彼此的指引 反正他就是用他的鋼琴開啟了他傳奇的一生 他這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那艘船 那這個故事有一個很巨大的爆點就是呢 那一艘船要被報廢了 然後他的朋友堅信他一定在船上 可是當所有人都說 不可能啦 這艘船我們裡裡歪歪都看過了 所以應該是不可能還有人這樣 所以 可是他的朋友不相信 他覺得他一定還在船上 所以他的朋友就回去那艘船找 然後在找他的過程當中 就是繼續完整的講述了他們的故事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他朋友是真的找到了他 就找到了那個海上鋼琴師 他就待在船上 然後他跟他朋友有一段 對話 然後他一直不願意離開這艘船這樣子 就是他會講他為什麼不願意離開這艘船 我覺得這個我還是希望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部電影 真的是人生比堪電影我覺得 然後我想講他裡面有兩三個 三個吸引我的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劇情很酷嘛 然後他裡面想要傳達一個東西就是 他是一個孤單的人 可是他卻不寂寞 因為他就是擁有音樂 然後擁有他認為快樂的東西 所以他即便一個人的時候他也活得很快樂 所以第二個吸引我的點就是 他活在他自己的價值觀裡面 他很幸福 因為你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價值觀 跟可能絕大多數人不一樣 可是沒差耶 他就是很享受他自己的價值觀 他覺得我想要的那一種快樂 他就是快樂 即便別人不覺得這樣的快樂很棒 我還是喜歡我的快樂 然後他也是屬於那種活在自己舒適圈裡面 他一輩子都不願意離開自己的舒適圈 可是他卻很快樂 這個是我覺得蠻酷 是因為現代人都是鼓勵走出舒適圈才會成功 可是因為他的價值觀 他有他對成功跟快樂跟幸福的定義 所以他不一定要走出舒適圈 他卻活得很好 然後最後一個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朋友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很棒的結論 就是朋友之間就算未必同意你 可是他卻會選擇尊重你和理解你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的友情的那個真諦 真諦這詞好老 這是友情的意義 我真的是這個 對就這部電影很吸引我就是這些點 然後我就會想到說 我人生當中真的很多很好的朋友 他未必會就是支持或是認同我的所有事情 你們卻會選擇尊重或是盡量去理解我在想什麼 即便可能你們理解完以後你們會覺得說 好這個跟我的認知或是我的價值觀不一樣 但沒關係反正我尊重你 就我覺得好像成熟的友情應該是這樣子的 所以就推薦大家 我們每一部電影這樣講那麼久 這集是要多長 現在五分鐘還好 現在五分鐘 我可以講很短啊 我也想說我在簡短的講 沒有這部片我看過啦 就是他大概其實是在講這樣 就是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是 對自己的人生的那個世界觀是不一樣的 我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是比較把它套用到可能 宗教信仰上去 就是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宗教信仰 有自己的世界觀 然後別人是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他最後選擇還是要留在船上 你懂我意思啊 就是別人都覺得你就是死掉啊 會死掉啊一起死掉 但是我那時候會把這個觀念去套用到很多宗教信仰上面 就是很多人一生中都在追求他認為的那個世界 最後他的選擇也是繼續留在這個他選擇的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我就會 對 這個算是就是我們一直在倡導的一個東西 就是也是不同的價值觀 大家要互相的去理解跟尊重 對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對 那布丁聽完會想看 欸很適合你耶 這部片很適合你耶 我覺得很適合布丁 我有看他後來導演的作品叫《寂寞拍賣時》 喔 《寂寞拍賣時》了 《寂寞拍賣時》了 可是我覺得聽起來很好看也是很好看 但聽起來很像 很像好像 而且《海上鋼琴師》感覺聽起來會更經典 因為有音樂啊 對 因為他裡面有太多經典畫面 就例如什麼鬥琴啊 或是隨著海浪 然後鋼琴在那個大廳上面這樣滑來滑去 就是海浪在動的時候那個鋼琴跟著動來動去 我覺得那個很厲害拍得很厲害 那布丁勒 我首先打頭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港片 叫做《我的左眼見到鬼》 就鄭秀文的片 鄭秀文的 因為我不得不說這部片呢 就是非常適合就是給需要療傷 然後跟覺得自己迷失的時候看的一部片 因為其實鄭秀文他就是演一個女主角 他跟他老公閃電結婚 可是他老公因為意外身亡嘛 然後因為他們是已經結婚的關係 所以他老公很有錢 他的財產都寄成給鄭秀文 沒錯 所以他的家人一開始都 喂 他的家人 對 他的家人 南方的家人就很不理解這個媳婦 因為他們是閃電結婚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裡面很經典就有台詞說 你根本也是愛他的錢 就是他們不是真愛這樣子 然後因為 因為他裡面這個角色上附之後 他其實也就是消極嘛 他就是也不想面對這一切 然後不管家人怎麼講他也不在乎這樣子 然後結果 因緣機會就是因為他就是酒駕車禍了 結果他就是左眼就可以見到鬼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是這樣的戲開始 然後他這部戲就在講說他如何就是 從這個迷失的狀態 然後最後就是找到自己屬於自己的價值 因為他其實最後就是除了當然走出這個悲傷以外 他還得到了周邊親朋好友的認同 他知道自己可以在哪些事情上努力 他其實不是一個廢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出這部片就是真的很多經典台詞 而且很好笑 但重點是 他又會那個感動真的是非常的真實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我覺得有一幕非常非常的經典 就是 當就是他說他要跟鬼呼喚的時候 你要呼喊那個鬼回來 你要喊反話 就是你不能說 你如果愛他 你要說你不愛他 他才會就是回來 他不會離你而去這樣 所以他就一直 當他最後釐清了某個現實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他們家那邊說 我不愛你啦 你趕快走吧 但其實很感人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因為每個人都已經受過傷 不管是親情友情愛情等等的 然後我覺得從這部片 當然它是一個比較 很多地方是幽默的橋段這樣子 但你可以看他是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 然後找到就是自己的價值 然後同時可以就是隨著時間 就是米瓶這個傷痛這樣子 真的從小看到大耶 每次轉到電視都還想看 而且我跟你講我愛這部戲 我那時候真的好好喜歡這部戲 我那時候愛這部戲 還愛到去就是學他的主題曲 也是鄭秀琳唱的 然後他 因為他其實裡面就是在講 就是他裡面就在講 失去你心愛的人嘛 所以他歌詞就講說 明知道等不到還要等 我反正這部戲 反正這部戲 因為你講這個 我就想到還有一部戲是PS 我愛你 然後他跟這個很像 我覺得如果你是走不出傷痛 尤其是感情傷痛的人 你可以去看 我左眼見到鬼跟PS我愛你 我覺得你可能會 對你有所幫助這樣子 對 想說就首先先推薦這部給大家這樣子 真的從小影響到我到現在 OK 那Apple的打頭陣是哪一部電影 因為呢 這個部分 怎麼了 電影這部分 因為畢竟我比較常聊 所以呢 我就想說我再怎麼講 大家就想說Apple都講過了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稍微提一些 就是我 影響我人生中非常經典的作品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 因為我在臉書上剛好爬 我爬到我大概2014年的時候寫過這一篇 畢竟我就是從大學的時候呢 開始愛上電影這個東西 然後我喜歡的電影都非常的有共通性 就是我喜歡奇幻類型的電影 就是要嘛寓意型 不然你就喜歡類型的電影 這樣子 2014年的時候曾經在臉書上面寫下 15部完全影響人生的經典之作 對 15部欸 那時候臉書很紅這個 臉書很紅這個 連鎖是因為你寫我要tag15個人 對 我有tag你耶 我們都有寫啊 你有查 所以你也寫15部 沒錯啊 對 然後我現在回去看了一下 就是這15部我到現在真的都還非常喜歡 對 首先第一部應該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我推薦過非常多字的愛在系列相機曲 對 那因為它就是三部 所以就是三部 我們把它先列為 你就佔了三部 就先佔一部 因為這三個算是並列第一 有點難分宣制 所以其實18部 對 所以其實我寫18部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很喜歡的其他電影 我稍微列一下 就是 是花神咖啡館 阿蒙正傳 愛情不用翻譯 伊伊 五葉巴黎 重慶森林 露西 喜宴 謝罪大王 大家記得這些片嗎 然後我非常喜歡一部國片 叫做明天記的愛上我 然後跟 藍色情人節 然後艾蜜莉的異想世界 跟愛是唯一 然後還有一部呢 我居然寫歌舞青春 嗯 歌舞青春算的是電影嗎 因為最後一部有上院線是電影 對 其實歌舞青春影響我們人生蠻多的 蠻多的 對 所以我就寫了這15部這樣子 因為那個愛在系列已經推過非常多次了 那我現在就只能說簡單的講一下 他那是我就是人生目前最喜歡的電影 然後因為他這三部曲就是中間間間隔的時間非常的久 然後這個男女主角就真的就是有點像是本色演出 就是他在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演的第一部曲 然後在三應該是三十幾歲的時候演的第二部曲 然後四十幾歲的時候演的還是快五十歲 反正就是他們照那個年齡然後去演第三部曲這樣 嗯 然後這三部曲呢 他第一部曲叫愛在黎明破曉時 然後第二部曲叫愛在日落巴黎時 第三部曲叫愛在午夜希臘時這樣 這部片非常厲害的點就是男女就要一直在聊天 他們中間沒有任何劇情可言 他就是第一部曲就是在火車裡邂逅 然後邂逅之後就狂聊天狂聊天聊聊聊聊聊聊 聊到隔天早上 所以叫做黎明破曉時這樣 然後第二部曲是他們隔了好幾年以後 九年 九年後又再次在巴黎相遇 然後相遇之後呢 他們就一直聊又聊天 他們就從一個書店 莎士比亞書店 我們還特地 我跟布丁特地有在巴黎就是那個走訪了一下 他們在莎士比亞書店遇到之後 就走到他們喜歡的咖啡廳 然後再走回女主角的家 就這樣在走路過程中 然後坐下來喝咖啡 就一直狂聊天 然後聊到回家 這是二部曲 然後第三部曲算是最有劇情的 就是中間確實有發生一些事件這樣子 但是也是偏向一個都在聊天的電影這樣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我從小對於愛情的散望呢 算是就是這一部片給我非常大的啟發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就覺得我想要找到一個soulmate 就是你知道愛情這種東西就是你要找到soulmate 對所以我就一直 就跟你聊不完的人 對所以我希望我找到 我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像這部電影一樣 我找到一個永遠跟我 就是永遠不絕有話題聊的人 而且我們聊的內容都要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 生死啊宗教啊 世與遠方 對世與遠方 我就是想要找到一個可以跟我一起聊 世與遠方的人 男友就是 對我男友就是 所以我遇到我男友所以我真的是amazing 我就想說天啊我從小我這麼愛這部電影 然後我現在美夢要成真的嗎這樣子 對那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真的是一個現實世界中的電影 我覺得我看電影蠻兩級的 要嘛就是很現實層面 要嘛就是很夢幻層面 但是我覺得它有點介於虛實之間 就是他們談論的內容也好 他們做的每一個行為聊的天 都是很真實的人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在真實人生中 要遇到這樣子的人真的非常困難 就是電影裡面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 就是說我們年輕的時候都以為 會要遇到這樣子的人非常的容易 可是當你年紀見長之後 你就會發現就真的要遇到這樣的人 有多困難 然後他算是就是呼應這三部曲 就是他們真的遇到了守美 然後覺得劇本非常厲害 就是他們在不停的聊天的過程中 去確認彼此就是那一個人 然後因為他們的聊天的內容太經典化 因此就是買了劇本 你讀他的劇本 因為他劇本宛如小說 對因為他的劇本就是都是對話 就是A對話 B對話 A對話 C對話 就是全部都是對話 所以你就是很好閱讀這樣子 就等於說一邊就練英文 然後因為後來又有中英 中英文的劇本 你說你先買 因為你是在巴黎買的 我原本買的就是中英文對照的 對但我在巴黎又再買一次 因為巴黎的封面找的不一樣 而且在當地買多有FU啊 所以我就是對我連劇本都買下來這樣 然後我們家非常多他的海報啊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這是我的摯愛 基本上就是只要那個任何就是什麼雜誌 或怎麼樣之類的 只要有他的那種相關系列報導 還是什麼之類的買就對了 然後劇段不定就懂我 直接就是買下來這樣子 有我可以理解 這完全就是你的你的愛 那三部曲的話我最喜歡其實還是第三部曲啦 最後其實我喜歡的是希臘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算是蠻蠻巧的 我認識我男友的時候只有播到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是我跟我男友 大概交往第一幾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電影院看的 然後我真的在電影院痛哭流涕 因為第三部曲 我前面講到前面兩部就是聊天 然後你知道夢幻 就是你知道遇到So May 跟他聊天 第三部曲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所以他們就是真的結婚了 然後告訴你婚後生活 然後女的遇到一些中年危機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第三部曲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句台詞 就是這整部曲 就是愛在午夜蝎醬石這部戲的 最後一場戲的最後一句台詞 他說如果你想要真愛 這就是了 這就是現實 它並不完美 但它很真實 就是最後男主角 就是跟女主角講的這句話 就說你一直在找著真愛 就是現在這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這部電影 就是非常 就是中間他們會 開始第三部曲他們會開始有爭執 會吵架 這是前兩部都不會看到的狀態 他們會因為一些觀念去爭論 沒錯 但是到第三部曲他們是真的 就是為了那種生活很無聊的事情吵架 然後到最後就是吵完架又和好 這是不是一般情侶 或是夫妻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第三部曲就是非常非常地有 就是非常地貼近 我覺得就是更 非常地寫實 對 非常寫實 更貼近我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因為剛好再加上 我可能跟我的BB一起去看 我就跟握著他的手 然後在電影裡面大哭 那你BB有共鳴嗎 喔 沒有 你知道他對這部電影零感動是不是 他完全沒feel 他很冷靜的看完這樣子 畢竟他愛戰爭片愛爆破 對 沒錯 大概是這樣啦 這部電影就是主要是這樣 然後他還有很厲害的說法 包括一鏡到底這樣子 就是他整部劇就是一直在走路跟講話 所以演員的演技非常厲害 就是他們幾乎是沒有透過節目 他們都是一直真的不停的聊天 不停的聊天 然後鏡頭就是一直走路聊天 坐車聊天 什麼喝咖啡聊天 對 然後就一直一直一直 就是鏡頭follow著他們這樣子 對 然後再加上 呃 女主角本身就是也有參與劇本的撰寫這樣子 所以就整部劇呢 就是我覺得很貼近真實人生這樣 所以就是還蠻蠻鼓勵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經典之作 一個不小心就是講太久齁 不會不會不會 我會我會把我們今天討論到的電影 還有包含Apple的15個片單 我會全部列在下面的那個 好的 因為我相信 因為我們一集的時間真的不長 所以我們就是會站在推薦的角度 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們喜歡 劇情我們可能後面就不要介紹太多 但因為沒關係 反正我本來就想說這個主題可以聊N百次 因為電影 欸我今天真的斷捨離到不行欸 我選好久 對啊 我最後還居然選了15部 對 我直接幫你列在下面 直接把他片翻出來 大家真的去看 對 那好那接下來既然聊到愛情 我就來聊一部我們三個都喜歡的 La La Land 就是越來越愛你 然後這部電影我想應該已經很多人解析過 所以劇情我們就不用介紹了 你知道我愛這部電影愛到就是 婚禮的時候也是大肆的選手歌 成為婚禮的內容之一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就是 我很憧憬的那種那種感覺吧 就是兩個人互相理解彼此 然後兩個人都想要推著對方去實現夢想 這件事情讓我很感動 那當然這部戲最吸引我的其實有一個點 就是努力付出卻沒有獲得回報 到開始懷疑自我人生的那一整段 因為女主角其實是一個很努力追求夢想的人嘛 可是其實在追求夢想的過程當中 你會一直發現原來我很努力 可是別人也跟我一樣很努力 所以我一直獲得不了機會 你知道有些人是別人不努力卻獲得機會 你會很生氣 但當你也努力 別人也努力的時候 你沒獲得機會 你就是會質疑自己 因為是不是因為大家都比我優秀 所以我才得不到機會 我覺得這些東西 在我第一次看這部戲的時候 最touch到我的是這個點 因為可能我自己對於愛情沒有那麼多的遺憾 所以我可能就 他很感動的兩個點 一個就是夢想 一個就是愛情嘛 但是我自己對於愛情的感受上是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自己的愛情 沒有這麼多的遺憾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但其實如果很多人對於愛情有所遺憾的話 去看這部戲 應該是會被他最後面那個punch到這樣 然後可是我覺得他裡面還 在愛情那一段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當你人生的岔路 遇到必須放棄某件事 就是你要選夢想就沒有愛情 你要選愛情就沒有夢想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忍痛去做出決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部片 雖然他充滿了各種歌舞啊 浪漫啊 可是實際上他談論的都是很寫實很殘酷的東西 對 這是我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 因為這部就有點像那種老派好萊塢 但是是現代預言版 對 因為我自己要講的下一部片 其實就是有點像La La Land去致敬的這部片 就是我人生中的大愛電影萬花西純 Sing in a Rain 他其實就是如果喜歡老派好萊塢浪漫的話 就是一定必看的片 而且是歌舞片的超級經典這樣子 對 而且因為他這部片其實也在講就是 就是算是有點像講電影的歷史 因為他從黑白無聲電影 然後裡面就會講他要轉變成 彩色有聲電影 所以就變成說男女主角們 他們剛好都是歌舞非常強的男女主角 所以他們其實有點是因為這樣子變成soul match 因為他其實也是老派愛情電影 他們就在某一個party場合 第一次見面非常荒謬 因為那個女主角是從蛋糕出來 他是個party的表演者這樣子 但那因為後來他們因為歌舞啊 因為各種tone很合 他們就變成了很match的一對情侶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我是想跟他說 或許大家會覺得 我可能是一個很happy啊 很快樂的人 可是有時候其實人不是百分之百這樣子 但我會想推薦這部片是因為 你可以從萬花西村這部片 感受到百分之百純粹的快樂 就是裡面他所呈現的 不管是愛情或者是友情 因為他其實另外一個男配角式 跟男主角是很好的排檔這樣子 雖然說現在可能大家會覺得很慫 可能正能量或什麼的 可是其實你看這部片 你享受這個一兩個小時 他就是非常非常單純的快樂 所以他們如何一起就是在這個電影的世界裡面打拼 然後如何透過歌舞去傳遞他們生活中 有可能遇到的挫折或是開心的事 他們都用歌舞呈現出來 你知道真的是愛到我還去香港 就是玩的時候剛好看到他的歌舞劇 就因為其實這部片真的很經典 在還沒有疫情之前 他其實是會在全球有歌舞劇巡演的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現場看到那個裡面最經典的 Seen in the Rain的橋段 就那個雨淋下來的時候 你知道因為他要展現出最純粹的快樂 他快樂到他寧願 他寧願淋著大雨跳舞 然後就是在空無藝人街道上就是狂唱歌什麼的 我就覺得這個感覺其實一直被我記在心中 就是我覺得不管我現在遇到什麼事情 不管是好或壞 我覺得我就會有一個源頭 知道就是我最單純的快樂 就是在哪裡 或者是我不應該忘記這種感覺 不應該讓一些可能現實 就是很難過的層面去影響到 其實一個人是有能力可以快樂的這樣子 可以享受這個單純的快樂 所以我都會一直推薦這部電影這樣 因為我覺得大家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那種感覺 搞好看 我也很喜歡萬華行程 如果真的兩個要比我們比較喜歡萬華行程 你說跟越來越愛你嗎 因為其實LALALAND 我只能說就是好看 但我比較不會覺得LALAND有影響到我人生怎麼樣 是 我頂多就覺得他這是一個還不錯好看的電影這樣 因為我覺得LALALAND裡面就是我自己的個性跟可能就是 經歷跟MIA的感覺可能比較下 因為像我對男主角 我對男主角那一塊我幾乎是沒有共鳴 可是我在就是女主角在自我懷疑或是 她進入第一潮期的那一段的時候我非常有共鳴 然後她裡面不是有講到一句很經典的話就是說 大家都說我很好 但是我還是卻還是沒有得到我想要 會不會其實我根本就not good enough這樣子 就是那一段有讓我覺得完全中擊了我的心臟 但因為我沒看過萬華行程 對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我很喜歡的一部歌舞劇它沒有拍成電影 不然我覺得我應該會把它列來騙單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Wicked 女巫前傳這樣 就她一直沒有拍成電影我也覺得很可惜 當然因為我們三個都喜歡歌舞片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歡歌舞片的 你可能就不太知道我們在公司 對因為剛剛Apple不是有提到歌舞青春 因為歌舞青春就是影響了我跟Apple的青少年時候很重的一部電影 沒錯 對我覺得你可以聊一下歌舞青春吧 因為夏小孩應該是沒看過歌舞青春 可是歌舞青春真的是也沒什麼好聊的 因為妳知道歌舞青春 她劇情沒得了 她劇情很瞎 她就是一個高中 然後她裡面就是有那個歌舞劇社團這樣子 然後學校呢就有風雲人物 風雲人物就是打籃球的嘛 大家都知道美國就是這樣子 風雲人物都在學校打籃球這樣 但是偏偏這個打籃球的男主角呢 她非常的會唱歌 然後她有一次就是前面就有演說什麼她跟女主角 女主角叫Gabriela 她們兩個就在某一個party上面就是不小心就是合唱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兩個人對方都很會唱歌 然後她們後來進了學校之後呢 就發現原來那個女生是我同學 新轉來的同學 可是她們兩個雖然都知道彼此很會唱歌 可是就是不敢 就是大家 因為在學校大家都覺得去唱歌 跳歌舞劇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對很丟臉的事情 然後她貴為這個風雲人物 她怎麼敢去唱歌對不對 所以這整部劇就是大概劇情走向就是這樣 就是最後就是勇敢的走出去追夢 然後就是勇敢的去唱歌舞劇 大概是這個概念這樣 就是本身劇情是蠻下 因為歌舞青春我可是回去看了非常多次 然後 我也是 還真的 還真的越來越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越長大看就想說 欸以前歌舞青春是這樣演的 沒有可是因為你知道 她的受眾就是年輕時候 對所以我高中的時候看到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這部劇 就是在於我小時候真的非常的喜歡歌舞表演 然後這個應該有分享過吧 這我有點忘記 就是我不是說我從小就是比賽長大的 就是我從國小就是一直開始就是參加學校的怎麼跳舞比賽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只要跟演出有關的活動我都會參與這樣子 所以我我確實是從小就是一個非常喜歡上舞台表演的人 所以當初看到歌舞青春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啊就是外國人怎麼可以就是 你知道一部電影 然後大家在上面就是唱唱跳跳 而且那個歌就是看起來沒有很難 因為小時候你可能對於歌舞劇的停留可能就是在什麼 比較傳統的歌舞 對對對就是你會以為那是 對你以為那是那種比較傳統的歌舞劇這樣子 但是我看了歌舞青春才發現說 喔原來就是在其他國家 然後那個地方的高中生 他們是可以這樣子就是有一個社團 然後他們是可以這樣唱歌跳舞表演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跟布丁 布丁剛剛講到一段我覺得也非常認同 就是我很喜歡看歌舞劇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於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純粹的快樂 所以相較之下我沒有那麼喜歡什麼 就是我沒有那麼喜歡什麼 悲慘世界之類的這種 喔喔喔喔喔喔 我還是會說它好看 但是我不會說我很喜歡這樣 對 因為你們覺得歌舞是快樂 對 因為我覺得歌舞劇是快樂 就是你知道那種快樂是 就是你聽到音樂 你會想要一起擺動的快樂 這個我不知道 就是很多人不會有 但是我是那種 只要給我音樂 我一個人在房間 我就會在房間這樣亂跳大跳 我也是 I never have someone 然後全身都是汗這樣 好累喔 然後如果有人突然打開門想說 這幹嘛 我就是這樣 我從小就是這樣子 雖然就是在家裡也很荒謬這樣 但我以前就是在家裡就是會這樣 一直聽到音樂 然後就跟著一起跳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那真的非常的快樂一件事 所以我看到歌舞青春的時候 我就是非常的震驚 就說原來可以這樣這樣 然後我就把歌舞青春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是高中生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歌舞青春的所有的 就是有點像歌舞劇舞台表演的元素 就是充分的運用在我高中的那個自知會裡面 所以我那時候在學校辦的所有活動 中間都會有歌舞串場表演這樣 對就是因為我把歌舞青春所有的元素 就是放進去那個所有舉辦的活動裡面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歌舞青春它是影響 我演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劇 以至於我之後大學就是決定拍歌舞片 也是受到 對妳畢製是歌舞片 對我的畢製是歌舞片 也是受到這個歌舞青春的影響 對而且在大一的時候有表演課喔 Apple還分組 對對對對對 然後排了一齣媽媽咪亞 嚇死了 不是媽咪媽咪咪嗎 不是媽媽咪亞裡面的歌啊 是媽媽咪亞嗎 對對對 嚇死欸 然後就想說欸 怎麼辦這樣有同學會編歌舞劇 對啊 可是因為我高中練過 很好欸很羨慕欸 因為我們學校完全沒有給這種機會 就是我們學校完全不可能有這種可以歌舞 而且因為我以前就是很喜歡歌舞片 然後我還會在學校走路的時候唱歌 然後就會被得到異樣的眼光 所以我其實歌舞青春裡面 真正啟發我最多的人是那個小沛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女生 我也是最喜歡小沛 勇敢追夢 因為我其實不喜歡女主角 就是我覺得 我也不喜歡 甩沛很努力 甩沛她很努力 過去她想要的 可是別人都把她當成反派 然後我就會覺得 欸 女主角都在那邊 就是機會明明擺在她眼前 她就一副 嗯 我不要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敢做自己 然後甩沛就會覺得 好你不要那我要囉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甩沛是 反派搶了女主角的機會 我就會覺得 機會是公平的 機會就是給想要的 而且 我小時候看到歌舞星說 我看到生氣氣哭欸 而且我那時候就想說 明明就是 甩沛他們表演得比較精彩 精彩 欸 Gabriola上去唱個歌就沒了欸 就精彩在哪 我就想說 最后大家居然鼓掌 然後覺得男女主角唱得比較好 為 為 我忘了有哪一季 第二還第三季 就是那個 本來有一首歌是女主角要唱 結果女主角自己不要 然後就變成小佩在唱 結果最後他們不是演 然後中間劇就整個變成一個鬧劇 然後最後是Gabriola回來 就第三季嗎 對 然後那個女主角一上台 又好像拯救了這整個表演 我就覺得 哈囉 前面人家付出那麼多努力 人家替補你也好 或是怎麼樣也好 那是你自己不要的名額 欸我真的在電影院氣哭欸 我覺得就是她劇情本身是真的很不合理 沒錯啊 對 她就故意設定這種對立超賤的 氣死了 我就覺得認真努力付出的女生 為什麼會是反派 所以我很喜歡一個影集叫Glee 就是歡樂合唱團 就是因為裡面的女主角 她就是Shopé個性 她就是努力追求她的夢想 我覺得製作人她想要幫Shopé平凡 所以她創造了Rachel 她創造Rachel Barry 沒錯 On my own 那一首 對沒錯 所以也推薦大家去看 但是年紀大的人就不用看了 因為你會想說他們到底在幹嘛 因為歌舞青春是高中的時候看的 然後格力是大學的時候看的 而且我們大四要畢業的時候 就剛好面臨到格力他們那一批 全部人都要畢業 沒錯 所以我跟布林真超級有感 我不得不說格力這一部劇 就是改變我的人生也非常多 但可惜我們今天聊的是電影 我們下次再來聊影集 我們下次再來聊影集 對 好 那麼接下來也想要聊一部也是歌舞劇 但這部片就是我自己真的非常愛 前一陣子它也有重回電影院的 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然後跟你們講 因為我今天為了要講這些劇 我剛剛在快速的去看了一下這些劇的解析 我居然看完松子的解析 而且解析真的沒講什麼 解析講的飽爛 它就只是在平步直述整個劇情 但是我看到那些畫面 我想起了松子的一生以後 我又哭了 然後就是我老公跟傑森都傻眼笑說 這個人怎麼在哭 因為他真的很讚 對 因為我跟你說 令人討厭松子的一生這部戲呢 你們直接去Google松子的一生 就會有人告訴你他在演什麼 他故事太長了 但簡單來說 他就是用濃厚的喜劇色彩 而且是非常濃 就是飽和度調到150的那個濃度 再講一個悲劇 然後松子呢 簡而言之就是他的一生就是 為什麼討人厭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不被愛 他覺得自己被家人拋棄 被愛情拋棄 被夢想 被事業 被一切的一切拋棄 但他還是渴望被愛 然後他為了被愛 他去討好所有人 他討好他爸 他討好他的每個情人 合作夥伴 他討好了這個世界 結果他失去自己 以至於到最後 他變成令人討厭的一個松子 因為很多人會來跟我辯論這部戲 就是像阿蓋好了 阿蓋很討厭這部戲 因為他跟我辯論的點 就是他覺得松子 是一個很失敗的女性 我說對阿 我不喜歡松子這個人阿 我喜歡的是這部電影 因為呢就是松子她的一生很失敗 因為她這個戲一開始就是 松子死在合體 然後她的侄子去收拾這樣 然後收拾她的 沒有收拾啊 收拾是法醫的工作 她去收拾她的家 就是遺物整理師這樣 去整理她家 然後去發現了她的一生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這部戲給我最大的啟發 她是因為我人生中有幾個 失敗人生的人 她的人生很像松子 而且我身邊的這些人 就其中有一位 她最後就是真的走向絕路 然後就離開這樣 是我的一個舅媽 然後我舅媽就是給了我很多 就是我覺得很感慨 可是因為我年紀太小了 所以那時候 我跟她交流並不多 但我看了松子之後 我無時無刻都想到我舅媽 然後我就覺得 人的一生當中 渴望被愛這件事情 本身沒有錯 可是你為了渴望被愛 你去拋棄了你自己 然後你去放棄了很多 你的選擇權 而去迎合他人 你是得不到愛的 就我覺得這部戲 它其實要告訴你的 是這個東西 而且因為其實到了松子 最後人的死 他死之前 人生在跑馬燈的時候 他其實才恍然大悟發現 他早就活在很多人的愛裡面 只是那些人的愛 可能不是用他看得到的 那種方式在表達 然後他其實有一點後悔 但也來不及了 但是因為他的死 跟他的故事 卻意外的就是拯救了他侄子 因為他侄子 其實也是一個頹廢的人嘛 然後他侄子在做這件 就是收拾了他姑姑的東西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我如果人生繼續這樣下去 我也可能也會變成他 所以我覺得走出電影院之後 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很絕望 但我覺得他其實是充滿希望的走出來 這是我看完這部戲以後 我的感想 對 然後就是很推薦 沒有自信的人 或是認為你自己不被愛的人 真的可以去看這部戲 這部真的蠻值得看的 只是說 我很久以前看完一次以後 我就不敢再看第二次 沒錯 我就是這樣子 你說你們覺得太悲傷 所以很害怕嗎 就我不喜歡這部劇 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是好劇 但是它就是會讓你看完 心理壓力很大 很惆悵 對 就是你看完以後 很難有好心情 那通常這種劇 我就不會再看第二次 是 我跟你們相反 因為我會去看這些劇 對 你真的是完全跟我們相反 我跟你們完全相反 就你們想要在劇裡面 得到完全的快樂 而我想要透過看別人 原來別人的人生也不圓滿 那我不需要去 你知道我不需要怨對 因為我自認 我自己還是遇到蠻多 我覺得很不公平的事情 可是看完別人的人生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也沒有多不公平 就是我人生中遇到的不公平 其實可能只是一個機率 就剛好被我遇到 但其實別人也有過不公平的人生 就是這是我看這些劇 我所想的 但確實 因為其實我跟Apple的 在這個價值觀上 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們之前分享劇的時候 像你不喜歡火神的眼淚 這種劇 就是因為你覺得可能 像極致醫生生活 它是利用正面的方式 去傳遞一個價值觀 那我是從負面裡面 去得到心聲 就先破壞再創造 去得到一個價值觀 我覺得都是好的 對 因為後來後續很多留言 其實大家也都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劇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沒看 我覺得本來劇就是要這樣看 但我覺得年紀也有差 因為就是 可能你讓我17歲的時候看 我可能就不太懂 但是我27歲在看 我可能就很懂 那你第一次看是什麼時候 我松子很晚 我松子是到大學才看 是課堂看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是大學生了 我也是大學 對啊 對 可是他有很久嗎 06年嗎 他不就是那個時候 對啊 可是我們大學已經是10年的事了 那也沒幾年 對啊 對啊 我記得那個 我們大學的時候看的時候 他明明就 他明明就 還蠻新的耶 對啦 大概兩三年 因為他不是 沒有 他2006啦 他2006 然後我們應該是大學 我們應該大學一年級看的 因為他前幾年 大概六年 他前幾年有回歸大螢幕 我又再去看一次 可是你知道 我這一次在看的感觸 跟小時候看是不一樣的了 然後這一次看我也看懂更多 就是人生的東西 因為以前的生命經驗 可能不夠多的時候 你看戲是戲 但是你 當你人生經驗夠多的時候 你有時候看戲是看人生 對 可能就跟你 喜歡看愛在希臘 什麼時候時一樣 愛在三部曲 對 愛在三部曲 你可能不同年紀看愛在三部曲 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很多好電影 是值得重看 對 那布丁咧 布丁下一部咧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神隱少女 對 就是這部很經典的動畫電影 因為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奇幻的設定 就是他們其實 主角一家人就出遊 結果沒想到誤闖一個異世界 對 然後因為他爸媽就是 犯了法吃了裡面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女主角 對 女主角就必須要工作償還這樣子 當然因為這部戲 女主角非常的認真工作 所以就是當然我不是在工作上面得到共鳴 你說因為他很認真工作 你沒有那個共鳴 因為那個 神隱少女真的很認真工作 他就是 當就是進去的時候 就是什麼事都做 就是當然他是因為他非常認真 而且聰明 所以他後來才很順利 但我覺得裡面是有兩個點 我一直很印象深刻 就裡面有一個列車的橋段 就是他其實 就在講說你人生可能就是 會跟某些人錯過 就像列車一樣 然後他 雖然說這是老生常談 可是他把他演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妙 因為他是為了要去找 我忘記要去找一個人還是什麼的吧 然後就是 坐在那個列車 然後他是一個很寬廣的一個區域這樣子 然後你就覺得很無奈 他一個人被丟在這個異世界 然後他認識了這些人 可是他其實只是一段時間的 有點像一段時間的冒險 他之後就是跟之前就再也見不到了 就像列車 你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回頭路的 所以這個人下車以後 你就再也不會見到 所以我後來一直覺得 他雖然是個動畫電影 可是他裡面埋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的觀念 就是 你可能只會在某段時間做了某些事 或遇到某些人 你可能就永遠跟他錯過了 就像他另外一個那個 琥珀川找正主 那一彎一個男主角一樣 他們以後說不定再也不會見到 可是他們在這一次的經歷 鞏固了很深的感情 尤其是女主角幫這個男主角 找回了他自己的名字 因為他裡面就設定說 你的名字會被婆婆拿走 你要一直在這裡工作償還 可是他們其實最後是演他們小時候 就有一段遠遠 他其實那個男生是和神 然後他最後 因為他們兩個感情就是到了一個境界 最後他回想起他的名字 就是其實這一部呢 很多劇情我都忘記了 可是有關於人生跟錯過 跟你把握這個人當下的這個相處的時間 我現在都一直很印象深刻這樣子 我有時候就想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一定會失去某些人 可是我們不用因為永遠失去他 而覺得內心就是缺了一塊 其實這就是一個人生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這個電影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部電影也是 你小時候看可能 就是一個他的冒險的一個電影 可是長大看你會發現 他塞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裡面 然後他用動畫 用不同角色的方式去寓意出來 不管是人生 不管是對於環境的迫害等等 所以就是長大越看會越覺得 這部電影就一直 就是在我心中有個位置這樣 就是想推薦給大家 我今天想了超多宮崎駿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宮崎駿的電影 都有這個能力 但我就賭部電影 一定會有一部宮崎駿 我就沒有選宮崎駿 好那我最後就挑一部 我覺得這一部是 在當今天最後討論一部電影好了 是單身趴趴趴 就是史上最爛中文翻譯名字之一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但我當初因為這個名字而瞧不起這部電影 然後也是抱著一個吃爆米花看電影的心情去看的 然後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How to be single 就是如何一個人 我覺得不是單身 而是如何獨處 就那個single的意思是這個 所以顧名思義這整部電影 它裡面是透過四個女生的故事 講說就是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過好你的人生 它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在講這個 然後因為這部戲真的我後來問過身邊好多人 大家都沒有看過 就是因為它這個名字實在太爛了 就講說 單身趴趴趴趴 可是我給它五顆星欸 是吧 五顆星是百分十分嗎 沒有 因為我平常 我之前是會寫影評的啊 在我的facebook上 對嘛 對 這部戲就是你會愛的 這部劇我現在馬上在我臉書上搜 2016年單身趴趴趴趴 我給五顆星喔 對吧 這部你一定會愛啊 然後我給他的短評 因為我可能 我那時候可能太忙 那是在ET工作吧 都是給短評 我說 如果不能學會單身時如何獨處 又怎能知道兩個人時要怎麼過生活 沒錯 對 所以我剛才說single不是真的只單身 而是好舉例來講 你跟你男友 現在兩個人 你其實就是有點像single嗎 因為你們兩個雖然是在感情當中 但你就是獨自一個人 生活在台北 他獨自一個人生活在另外一座城市 所以你就是要學習如何自己一個人獨處 就是這個概念 因為我覺得這部戲 雖然他只有110分鐘 所以他可能四個人的故事 有些人就說 有影評就說他的故事講得太片面 但我覺得片面也好 至少可以引起你思考 然後你去看這部戲 你就會發現 裡面四個女生是四個不同的個性 對 沒錯 跟四個不同的結論 然後我就覺得很棒 因為很多東西 可能大家都會去解析女主角 我就不講女主角的部分 我只講裡面有一個女生 叫做那個Robin 就是演那個歌喉讚的Fat Ami 因為大家也知道他就是一個 有點無理頭 然後就非常胖 然後可是非常有自信的一個人 他的故事性就是他就是一個 很享受單身 而且有點重情自我的一個人 可是最棒的是 他真正的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而且他真正活出他自己 他就覺得我就這樣啊 我很開心 我有任何問題嗎 他甚至不覺得他胖 他覺得我很漂亮啊 I'm very good 然後大家都會對我暈船 就是我覺得他很讚 就是因為很多人是做不到他那個樣子 然後因為我看很多影評裡面很少 就是很多人的影評裡面 都只有片面的寫他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 很值得學習的榜樣 就是他以他自己為榮 然後他覺得他自己這樣子 這個狀態很棒 就算他有戀愛對象或炮友也好 他還是他自己的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讚 因為女主角就他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 用來對比女主角 因為女主角是一個超級無敵 依賴別人的人 可是他最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慢慢學會 什麼樣叫做放下 因為女主角一開始 面對失戀的方法 是再去叫下一個 或是約下一個泡 然後就發現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永遠都在失去自己 所以最後女主角才學會如何拯救 大概是這樣 就這部戲我覺得 超級適合失戀的人 或是你真的覺得你很孤單 這部劇真的非常好看 如果今天全部這樣聊完 我最想回去看就是 單身怕怕怕 你說單身怕怕 而且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很輕鬆的劇 對 就是他不heavy 因為其他劇 你可能都要 就是稍微摒棄凝神的看 但是單身怕怕是你可以吃爆米花 吃餅乾 吃血酥雞的時候看 所以這部劇 就是真的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對 大概是這樣啦 今天其實還有很多電影 很想跟大家聊 但是因為阿宇現在時間已經 就是有點長 你們要不要最後開一個片單 讓大家去看 然後也許未來我們還有機會 再推薦給大家 你說我剛剛聊那15部嗎 那15部你要不要加強推薦誰 或是布丁今天有沒有名單上還沒聊到的 我自己還有寫一部 但我想說也不用聊 就是穿著Prada的惡魔 可是我覺得很妙的是 我後來有看到一個論點 其實跟我們長大之後 我覺得也非常的同意 其實其實女主角她根本就是 她還不交接 然後對對對 不負責任那個女人 她是一個沒有對自己工作負責 然後自以為很率性的人 其實她是可以被前公司提告的 所以她老闆沒有告她 其實也是 我有看到那一篇 我覺得是欸 小時候看會覺得她太酷了吧 她就這樣子甩頭就走 我想應該很多人看會 吵啪啪啪的惡魔 沒錯 可是其實她沒有對她的工作負責欸 真正對她工作負責的人是艾蜜莉欸 是車禍了還要回公司上班的人 對 可以欸 因為我是覺得電影應該還有機會 我們未來還有機會再演 我自己的話還有一些片單是 像沉默的羔羊 是我認為 史上我人生看過最好看的恐怖片 它是一個天才之作 推薦大家去看 然後還有中國的一部鏡片 叫做活著 它是廣立跟葛優演的 他是在講民國之後的 中國的一些處境 然後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然後還有我自己史上最愛的女朋友男朋友 就是張孝全貴倫美跟鳳曉月的一部電影 這是算是 因為跟我人生經歷很像 所以在我心裡面有很大聯誼的一部片 然後還有一部是吐槽男孩 這布丁推薦我去看的 吐槽男孩是 我覺得也是一部天才之作 對這些是我推薦大家可以去看 但今天就先不了的 對啊 那Apple最後我們要稍微加強一下 那15個裡面最需要去看的還有什麼 嗯 或是別的 是蚊子嗎 好像打蚊子 是蚊子 那我最後再想一個就是 比較Happy Ending的電影推薦給大家 新的電影喔 其實也不是欸 就是我只是說剛好遇到這個疫情時代 我覺得有一部片 大家也可以重溫看看 就是愛是你愛是我 因為他之前也有重新上過院線 然後因為這部片 他是個大堆頭的感情片 是溫馨喜劇 然後他最妙的是我超喜歡他開場跟結尾 因為他是在機場的戲 然後他拍很多人相遇的時候 接機送機的擁抱畫面 因為那個是那個作者是覺得 最真切的愛情其實發生在機場 因為你接機跟送機的人一定都是你在乎 或是你心愛的親朋好友 你才會去這樣做嘛 所以那個擁抱 有可能是你老闆啦 對啊 但你 對啊 OK 好 但他們就是很熱切的親親抱抱好不好 對 這部也是 我覺得可以得到一些能量的一個電影 我懂 好 那同樣類型的大頭電影的 還有那個是1014年快樂 那部我也很推薦 也是很棒的愛情電影 然後他也是大堆頭 就是一堆人的故事線 最後會串在一起的那種電影 對 推薦大家看 那今天我們有聊到 這也是大堆頭電影啊 因為這些電影就是很好入口啊 就跟單身爸爸爸爸一樣 很輕鬆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們推薦的人生必看電影 都有一點點沉重 所以我就想說 就有點沉重或是有點沉悶 對 可是我覺得好電影 我最後想講一件事情就是 有些很悶的電影 他可能之所以為電影 是因為你一定要去電影院看 是因為他可能本身的節奏很慢 但他那個節奏慢 是為了把你完全帶到那個世界裡 他跟電視劇不一樣 對 可是因為 對 因為很多片我喜歡進電影院看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不會離開 我也不會分心 我也不會玩手機 所以我就可以完全進到那個世界裡 否則我現在回想起來 如果海上鋼琴是你讓我在我家看 我可能第一次轉到我就會轉掉 他前面太悶了 對 所以就是 有些電影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靜下心來 然後看 然後如果這些電影有機會 未來又回到電影院去 你們一定要去看 連鐵達尼浩也是 我現在突然想像鐵達尼浩也是 鐵達尼浩很讚 那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因為我剛剛很認真在回想 如果說真的的話 我覺得我想要推薦一部國片 叫做明天記得愛上我 因為這部片好像 因為當年票房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蠻多人沒有看過的 然後我也很意外你們為什麼沒有看 因為它是歌舞片 對 就是 它算是歌舞片 台灣有歌舞片 而且它女主角是范曉軒 你們怎麼會沒看 我真的沒看 然後男主角是任賢齊 然後她的劇情就是任賢齊 跟范曉軒結婚 結果發現自己是gay 然後 我怎麼會沒看 你看這個劇情 你們又聽了就想看吧 好 我們找來看 然後范曉軒就一直覺得 是不是我有問題 就是范曉軒 就是她其實她的劇情很像 邱澤 誰先愛上她的 誰先愛上她的 誰先愛上她也很推 對 但是我當年很喜歡明天即愛上 我就是她的 要談論的內容蠻像的 就是老公 老公其實是gay嘛 所以中間過程就是一直在演說 任賢齊出 就是偷吃這樣子 沒有 應該說任賢齊遇到真愛了 就是任賢齊在沒有遇到真愛之前 都覺得 沒關係就找個女生結婚 然後生小孩 過正常的人生就好了 但是她任賢齊有一天就是遇到真愛了 然後她就想要為了真愛 就是放手一搏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部劇很妙的就是 范小軒一開始就一直在自我懷疑 她就一直覺得 是不是我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哪裡不好 對她最近的台詞就一直說 是我哪裡不夠好 我可以改 她一直說我可以改啊 你跟我說我應該要怎樣 我可以改這樣 然後因為范小軒在裡面的角色 就是一個很聽話 微微諾諾的女生這樣子 中間的過程就是她一直很糾結 因為她就是 她覺得老公不愛她就算了 沒想到她老公居然愛的是男人這樣子 男人 對然後中間就有蠻多 因為就是身為她身為職業婦女 就是一邊要工作 一邊要照顧小孩 然後一邊要處理家裡的事情 的那種心理的糾結 然後我覺得她劇情本身沒有很複雜 也沒有就是很 就是你知道很曲折離奇的故事 或幹嘛 那我覺得最推薦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裡面有歌舞的成分 就這樣而已 但是因為她裡面的歌 然後她為什麼這部劇 叫明天記得愛上我 其實是這部電影裡面 會一直出現的一首歌叫做 We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然後她算是一個經典老歌這樣子 然後范小軒在裡面 一直重新的在翻唱她 然後她是所有的唱歌 都是算是幻想畫面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兀 不會有人走在路上突然唱歌這樣子 所有都是譬如說他們去KTV 然後范小軒可能坐在那裡發呆 然後發呆發一發 然後她就突然就然後整KTV就哇 變成一個華麗的舞台 然後她就在上面 在那邊唱歌 然後還有那種任賢奇 就fall in love 然後她就會飛到天空中 好可愛 蠻可愛的喔 她就飛起來唱歌 類似這樣子的橋段 所以就我還蠻推薦大家去看的 對這部劇是2013年的片這樣子 然後我當初為什麼去看呢 因為沛珍姐有演 她給我她送我的公關片 好 好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我應該要看 因為很有興趣 對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看那個畫面版的話 我的畫面沒了 我相機已經沒電了 那個 沒關係 今天很精彩 沒關係 我想說讓你講完 反正我畫面沒有 我現在就會放一個美麗的大頭 好 反正呢就是跟大家講說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很棒的電影 因為我們三個都太喜歡看電影了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電影想跟你們推薦 未來可能我們還會再做一集也說不定這樣 那就 我會把今天的片段都放在底下的資訊來 那如果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這些電影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要記得支持我們的Podcast 然後給我們的五顆星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這樣我就會看見 我會用這個電影 ru…… 什麼